Hello 大家好我是苹果 现在咱们来的这个泰国品种DAW 现在咱们这里还有一两串 现在我已经摘到了 其他呢 这上面咱们在阴凉的地方给大家看一下吧 咱们先老规矩 先测一下糖度 大家看一下扎了好几粒 跟刚才那个九龙差不多大小 也是10克左右 9克8克10克左右 桂林片没这么明显 还算可以 咱们测一下糖度吧 哇太多蚂蚁了 看来太多糖了 等下来我就要纸巾擦一下 它这个汁水好难 好难弄啊 因为太脆甜了 它的汁水没这么多 所以感觉很甜的 16.3克 可能太少了 很难操作啊 自己一个一个手 16.3克 我靠 都是这个糖度了 退糖了 16.5克 16.8克 16.9克 17.9克 就是这样的 16度左右了 都退糖了 20.1克 这个才正常 咱们测我 多测几个吧 18.8克 16.8克 16.8克 可以吃了 现在这个糖度也还算可以 16.3克 16.3克 就是这个糖度了 咱们再测最后一个 哎呀 太难吃了 它这又太脆甜了 所以很少汁水的 大家要明白 19.8克 19.8克 就二十 二十一二十 刚才强一点了 就是这样啊 也是现在成熟吧 中秋 啊 这个是泰国品种 DAW 咱们看一下这个果肉果品质吧 大家看一下 也是黄白的 干包的 很晶莹剔动 很甜 嗯 好吃 它这种没 没那个酒笼这么甜 可能是现在这个上前前五六天成熟的 应该九月初 嗯 大家看一下 很不错啊 你看那个表皮很光滑 大家看一下 真的是太光滑了 晶莹剔透的那种光滑 你看那个零表皮有一种膜 像磨一样 大家看一下 它好像有一种膜 啊 很不错啊 咱们多摘几个 尝一下 嗯 退坛了一点 应该是夜初成熟了 8月20 27 28 到9月23号这样 很白很晶莹剔透 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外观 外表 离合也容易 大家看一下 那个肉啊 有这蛮厚的 可实力还是可以的 那里还有一两串 看能不能 哎 哎 算了 太难摘了 啊 摘了一串 摘了一串滚 大家看一下 很晶莹剔透很黄白 大家看一下 很不错 嗯 就是8月底成熟了 9月初 8月30多号 二十几号的 二十七 现在的话虽然有一些二十二十一二十几度 但是 就是那个从后从手了 这不能留太长了 我这上周就成熟了 也就是8月底 大家看一下这种 幼稚 嗯 哎 这个品种已经 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已经知道它的特性了 就是8月底 8月二十七 左右成熟 啊 8月二十七 糖度的话 二十二十到二十一之间 就是上周的8月二十七左右 那个段时间啊 还有是黄白淬甜的 这个品种也可以吧 也值得发展啊 如果是广西啊 福建那边 绝对是中秋成熟的 中秋成熟了吧 这种是干包 脆甜 贵味贵味又感口感的 绝对比你那种什么 福建的那个什么 凤梨碎啊 松松风本啊 立东本啊 好吃的多啊 大家一定要记得 啊这个价街的品种呢 价街这个树的话 涨势也不错 存活力也可以啊 清合性很好啊 涨势出生啊 很快啊 挂果也也容易 莱花也容易 莱花特别多 挂果税也特别多 也好看啊 大家看到了啊 也就是我们这边 是8月二十七号 左右成熟吧 啊大家看一下啊 今天呢 咱们讲了很多品种啊 跟大家讲了09-150 是8月8月二十二号 主要成熟09-137也是8月22 09-1107是现在差不多啊 然后那个九龙的话 现在成熟绝对可以摘啊 啊今天呢 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品种啊 啊今天就先到这里 如果是感兴趣的 或者对龙眼感兴趣的 欢迎大家交流啊 或者进村 进我们的村 大家一起交流啊 今天先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Bingo